- 哇哇哇哇 hello 二位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Benny 好久不见盛世想念的那本期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Crocs 12月份的Vintage 银式补品系列的讲解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请到大家的弹幕多评论 多关注 多收藏 多投逼 要注决的话 喜欢我的微博还有Instagram 学学 以及三连呢 那Crocs Vintage 系列呢 现在大家已经在很多博主的动态当中有看到过了 就是这个皮箱 大家很感兴趣啊 不过买不到就是了 这个大箱子呢 只有博主才有了 好 我们来把它打开来 里面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次Vintage 系列呢 总共有4个4号的粉底液 6个4号的唇膏 4个4号的高光 和2个4号的眉粉 好 那么现在我就给大家一一介绍 那我们先来讲口红吧 那口红呢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叫它小银梭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口红的外包装设计 对 这个系列所有产品外包装全部都是用的金属包彩 全金属包彩 我们银湿孤品系列的口红呢 是融合元素最多的一款单品 那包括我们银湿孤品这个系列的名字 都是原成于这一支口红 这套产品我们反反复复做来做去 大概已经耗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也是Krox目前为止最高级的一个系列 最开始做这个唇膏外线设计的时候 我是发现博明汉的手持银镜 和威尼斯的试刻已经有非常接近的部分 大家请看这个东西 看 他们俩是不是很像亲戚啊 我们唇膏外侧外圆的这一圈的雕花 都是仿照了Vintage这种手持镜的外部雕花 而中间的这个平面大家去网上搜一下威尼斯镜 你会看到非常多和他接近的东西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这些古着 这些Vintage这些孤品 它们是不是经过了岁月的流逝 经历了时间的大磨 一直流传保存下来 只是呈现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看到历史的一部分缩印 它们的必要条件是时间 我们常说啊时光如梭 我就在想到底应该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 方形的圆柱形的 包括娇蓝的椭圆形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跟娇蓝长得特别像 但实际上你拿到食物之后 你会发现它们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个梭子型 可能很多现在的小可爱们没有见到过 梭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我把梭子放在这边 和它的形状 包括中间的这个圆孔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几种元素架在一起 把博明和银式的银摘出来 把威尼斯士科技的士摘出来 再将Vintage这个孤品的概念融合进去 变成了我们银式孤品这个系列的名字 而孤品这个字眼对于这个系列来说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这些经历过岁月的藏品辗转流传 有很多东西可能当时都是成双成对 但最终只是留下一个 它们是孤单的 它可能被雨水冲刷 被泥土掩埋 被阳光曝晒 没有人陪伴它们 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五人问津 就像我们一样 就像我一样 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但同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闪光点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若干年后甚至我们都已经入土 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着我们的名字 同样也希望大家的人生都像Vintage一样 多少多少年之后 一样是闪着光芒的 好了说太多了 我们继续往下讲 那么Vintage系列所有的产品当中都有镶嵌水钻 像这只唇膏上面是有八颗水钻在镶嵌的 那这些水钻在做它的时候 必须人一个一个一个手工放上去 你们拿到之后就会看到 上面这些钻特别特别特别小的 这些Crox有史以来 所有的产品当中 手工复杂度最高的一个产品 那这六只唇膏的颜色呢 我来一只一只给大家去试色 第一只色号的名字叫做卡门 我们这个系列所有的唇膏的命名 都是以历史上 就是流芳已久的女性来命名的 打开它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有两斤多重的 这个就是唇膏本人 我不知道精神有没有看得到 我们包括唇膏的膏体 都是做了一个硅胶膜 它上面是有细细的小网格的 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宝石红 哇 也太好看了 我们这个系列的唇膏配方 也是做得非常好 它是那种触夫即容的配方 雅而不甘 是那种丝缎般的那种丝绒哑光之感 第二个颜色呢 是贺本 是一个复古的红色 诶 看到哈 第三个颜色呢 是图兰朵 是一个陶土的橘棕色 第四支呢 是茶花女 是一个番茄红色 是一个比较 算是比较年轻的那种女孩子 可以涂的大红色 第五个颜色呢 叫蛤蜊叶 这个颜色是一个裸色 比较适合秋冬 欧美女孩应该会比较喜欢 最后一个颜色是蝴蝶夫人 是一个豆沙色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豆沙色要比这个裸色更红棕色一点 我挑两个最喜欢的颜色 给大家上嘴试个色 第一个是卡门这个颜色 超上色看到吗 一抹上色 对吧 相机捕捉这个红色捕捉的不是非常的真实 现实里面这个颜色要更艳更红 特别特别的好看 而且这个颜色超级显白 另外一个颜色是鹤本啊 这个颜色我也超爱 这个复古红色 这个颜色也太嫌弃了吧 好看死了 涂上它立刻变成一个白雪公主后妈 那种非常美艳的后妈 不是那种老吴婆后妈 坏事做绝那种 因为我们在选择唇膏之底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是冬天用吗 因为冬天很多人 不会用那种特别特别水的唇膏 但是你用亚光唇膏 也会觉得哎 会不会太干呢 这个唇膏涂上嘴巴之后 它会变得很柔软 冬天用的味道 非常适合冬天用 好看 唇膏的外号盒是长成这个样子 是一个皮革花盒 是这样打开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系列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单品 它们的外面的盒子 都是这个皮盒 和小皮盒 包括皮盒上面 我们做的烫印的花纹 除了复古文章之外 我们依然保留了之前的额子 好 接上来呢是我们的粉底 一 对没错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它盖子也是全金属的 这个盖子上面 是像6颗水钻 我真的要给你们看 这一体涂膜的雕画 做得多精细啊 你都不知道我费了多少摸具 我今天画的这个底妆 就是用的我们家这支粉底 给大家看一下 先去什么东西 再近一点 嗯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妆感真的太好了 我们这一款粉底 一共是四个色号 这四个色号 其实普遍都偏白 我们里面最深的颜色 就是自然色 就Y53这个色号 毕竟冬天了 大家想自己 敷白似雪啊 敷如凝脂 包括我们这次的主题 全部都是银式的感觉 这种亮亮的感觉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 这个寒浪的冬天里面 都是用这种通透闪亮的肌肤 其实我今天脸上用的粉底液 也不算薄哦 但就真的是很透亮 这个粉底液的粉质 非常非常的细 在面部的贴合度上面 就很高 用这支粉底液的时候 我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多亮的 就是多挤一点 然后把它涂在脸上 先用海绵蛋 比如说用这一头 把它全部铺开之后 用干净的一面 找一个干净的一面 再去按压一遍 这个粉底液会贴在脸上 贴的非常非常好 如果你肤色不是特别特别黑啊 你想让自己的肤色变亮一点 这支粉底液都不会给你呈现那种灰不垃圾的颜色 它会很好的覆盖你原有的肤色 那这款粉底液的配方呢 我们是采用的多元保湿复合配方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所运用的技术 我们是想保湿成分和色粉相融合 再用蜂蜡再进行包裹 那这个粉底液上脸之后 这样一铺开这蜂蜡就会融化 包裹其中的东西才会释放 可以很有效的在冬日里面 帮助我们滋润干燥的肌肤 形成一个锁水层 注意一点 如果有一个大油品 冬天用它应该也还好 如果说等到明年春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 你可能之前还是要用一些控油的东西 粉底液当时融合了多种植物的精华成分 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整天持妆对于皮肤的伤害 这款粉底的遮瑕力是不错的 但是没有到那种高遮瑕的程度 注意一点 我现在卑躬舍应我非常小心 它没有到那种极高遮瑕 但是你日常用起来觉得没有问题 而且它对于隐蔽宝孔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第三样东西是我们的高光 高光之前我都讲过 我们那个保湿系列的高光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说我一定要做个金属包装的高光 就在这 我们高光包装外面这一圈 是有一圈刻的文字的 这一圈文字的意思是旧式的魅力 源于华丽的蜕变 正中间呢是我们的这个儿子 这个高光上面只像了一颗水钻 成本太高我们有点hold不住了 打开来呢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一共四个色号我都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四款高光是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料地 一号和三号是一个料体 是一种全新的幻彩高光 因为这混色花纹 就没办法让它每个都一样 所以每个都不一样 一号色叫做雪花牛肉 不好意思 手指上呢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它抹在手上 它是能 哇哦 它是能出现那种特别水光的妆感的 三号色的叫美帝奇花园了 之前讲香水有讲过美西家族 在镜头里面捕捉不到它里面的那个 我也不知道看的清楚看不清楚 反正这也是那个跟一号一样 是那种像五花肉一样的感觉 手指上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抹出来 来 好 看一下 二号色呢比较特别 这个颜色叫做粉色盐糊 它是一种幻变粉体 大家看这里面是一个粉色对不对 包括很多人看到这个颜色 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个腮红 但实际上并不是 甚至说它在手指上都会有一点粉色 但它涂出来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香边金色 但在不经意间它会有变回粉色 这个颜色妙就妙的 它不经意间就能透露出那种蜜桃色的粉光 在你脸颊上面很少女的颜色 粉色盐糊的颜色呢 是能帮助我们打造出那种细腻的蓬润感在我们的脸上 最后一个颜色叫做荧光海 这是那种大闪片的高光 它这种闪钻之地是能出现那种极光般的闪耀效果 就在这里吧 特别闪 特别特别闪 我得关个灯 但我前面光有点太亮了 现在能看清楚了吧 看最后这个颜色 哇哦 还有这个粉色 最开始这个颜色 就是第一个颜色 红沙漠的颜色 超好看 4号色这个颜色 如果你是一个夜店泵的女孩 一定要入手 包括这个装在包里面 不仅仅说可以让自己变得很闪耀 晚上的时候回家走夜路还可以放身 就一遇到危险 立刻马上把它从包里面拿出来 如果大家日常用的话 1号和2号非常推荐大家用 那今天呢我来给大家上一下2号色好 这个粉粉的颜色 哦 看一下啊 哇哦 好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高光超细腻 超级量 还有超自然 特别好看 超少女 超仙女 仙女 对 包括大家打在下巴上 打在鼻头上 都可以营造那种粉粉嫩嫩的小女生 好我们高光也讲完是吧 最后一样东西是我们更新三代的 没有错 我们的眉粉 这次我们的眉粉 大家不是喜欢方形吗 我给你们换回了方形 大家请看这吸引的花纹上面是有三颗小水钻 打开方式呢和之前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的旋钮设计 看这吸引的花纹 唾沫真的很累啊 包括这次我们里面的logo也不是贴上去的 而是跟包裁一体的 依旧还是两个颜色 一边是黑色相 一边是棕色相 这次的颜色我们做了调整 你看像深一点的这个颜色啊 这两个颜色 之前不有人反映说沾水用完之后会泛红吗 这次我们就怎么你干用使用都不会发红色 绝对不会出红色了 我们家眉粉也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来来说已经换了很多个包装了 这个包装真的是最喜欢的一个 这也太好看了 各方面恰到好处 天呐 然后半年之后再上一款新的 应该不会了 就这款就到这里了 就是这样子 现在这个东西大家也看到 我很多很多人分享了 包括在之前的时候 用过很多很多次了 这么好的东西直接买就对了 好 那么现在呢我要揭晓这个系列 所有产品的单价了 虽然字幕里写过了 但是请大家配合一下 按照揭晓顺序说吧 先说这个口红啊 这样一只口红的价格是1299 呵呵 你有配 开玩笑啦 日常价格139 双十二价格129 前15分钟下 那就在12月12日凌晨 前15分钟下 下单小可爱是力减10元 那我们的这支粉底 也是139的日常价格 双十二是129 也是前15分钟下单 力减10元 那如果你搭配美妆单 一起买呢是149块 便要知道我们美妆单要39块 啦 高官也是一样啦 139的原价 双十二129 前15分钟下单 力减10块 美粉的价格 我们依然是十斤往下一样 正常价格是89块钱 那么双十二价格是79块钱 我们会送双头的美刷 这就是这个系列所有产品的价格啦 那还有一些小活动啊 比如说我们的机密滤镜的粉饼啊 包括我们的云梦清雾粉底液啊 就是我们那个琥珀系列的这两款产品呢 当年前15分钟付款的小可爱 可以拿到八折的优惠 那如果说你想买老款的粉底液呢 搭配一个美妆蛋套组优惠 力减20块 那其他的什么什么单品优惠 大家都自己去看一下吧 CROX官方企业键里面都写的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不要再让我给大家讲了 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活动 比如说双十二当天前12名付款的小可爱免单 这个免单注意点啊 就是5000块钱以内的免单啊 就是有些人搞那些有的美多的事情啊 到时候会在12月25号 在微讨发布重要免单 那包括一些店铺的优惠券啊 买160就减10块 买260就减20 买360就减50 都是可以叠加那个购物津贴使用的 买300-30的购物津贴都是可用的 还有一些满赠活动啊 比如说十副金额买239 我们赠随机色号的凋零化脸唇釉 十副金额买339呢 我们会送随机色号的黑山洋唇 加50毫升的眼唇屑 如果说十副金额买439呢 就是黑山洋的任意色号唇釉 还有支线保时之额的腮红 再加化妆包 再加我们黑桌系列的扑克牌 还有一些满赠的正装活动你们自己去看啊 就一些什么满多少送正装之类的巴拉巴拉的 满赠呢是不叠加的啊送完未知 说十二当天我们还有抽奖啊 每一个订单可以抽奖一次 一等奖呢是iPhone11 Pro Max一台 二等奖呢有两个名额是戴森的加湿器 三等奖抽三个人 送银式孤品这一套系列那个盒子抽三个人 四等奖呢是Wintage系列的口红抽十个人 没人一支 五等奖的名额呢是50个人啊 随机色号的液体眼影 我们还有的年终囤货的专区 这一个专区里面所有的产品都是买两件七折买三件六折的 以及有好几个搭配套子 我挑两个给大家讲一下 新品上面呢一只Wintage的唇膏 一个Wintage的高光 两个加在一起最终的最便宜的价格应该是249块钱 比原价要省29块钱 并且还在加赠一个眼唇线 还有一个优惠度比较高的啊 Wintage的粉底液加上一个末月之星的海绵蛋 再加一个我们黑黄后的丝段妆前乳 三个加在一起是199块 相当于省68块钱 差不多就这些吧 还有很多乱七八糟别的活动 你们都自己去看一下 总而言之 Krox的Wintage整个系列耗费了我太多太多的时间 那么我也在里面很多系列里面不停的去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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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毕竟骗钱要骗的认真一点啦 还有明年Krox还有更多的精彩呈现给大家 不要错过哦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哦 如果你喜欢这篇信息人 多发弹幕多评论 多关注多收藏 多投币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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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